新加坡感谢荷兰对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 新加坡也希望自贸协定能够尽快的获得批准 李晴隆总理在荷兰海牙会见荷兰首相吕特使表示 新加坡和荷兰将进一步加强双边的关系 菲利普和险核公司是早期在新加坡投资的荷兰公司 目前本地已经有超过1000家荷兰公司 总理也感谢荷兰主办这次的核安全峰会 受邀参加峰会的李晴隆总理将和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 共同讨论如何推进全球核安全工作